三发四二十四亚门 各周到复 处处都有我们的人 我们随便动动手指头 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明代密情局 锦衣卫曾经让平民百姓 文放丧胆 不料这个名字 居然在这里届时还魂 南韩媒体报道 清华台为了防止官员 贪赃王法 在秘书官室成立特别监察班 功能类似廉政公署 也真的揪出前总理儿子 不当操作比特币 财政部官员 不法交易等情势 不料业务做到捞过界 居然连民间企业也监控 这代南韩最大烟草集团 KGMT换老板 也有清华台 操盘痕迹 但更恐怖的是 市井小明也难逃监控 진보 경제학자인 J 교수가 사감으로 문재인 대통령을 비난했다는 제목도 보입니다 모두 민간인으로 특官 반의 감찰 대상이 아닌 사람들입니다 该管的不法官员 拒绝交出通帘记录 不该管的平民百姓 却各个放大警示 看不惯清华台 一只手遮贴 前搜查官 跳出来踢爆 不料却被反咬 泄露各自 气到扬言 要一天一抱 接受检调单位的 约台 前搜查官 有备而来 可以看出 部分调查报告 对象根本不是 政府官员 好莱坞电影里的 政府监视 百姓剧情 竟然真的 发生在 现实生活中 在野党 当然不罢休 要求清华台 正面回应 近期受到警器冲击 民调数字 一路走低 京县 死亡交叉的 文在寅 现在又卷入 且听风暴 会不会比照 前几任总统 卸任下一秒 就官司缠身 已经引起 民众关注 三连新闻 孟元福报道